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若你十日之内算不出来 朕就以欺君之罪 砍了你的脑袋 陛下驾到 参见陛下 退下吧 是 是 朕的朱颜公主 真是久违了 叶灵双 你 为何要去秦天见 你若不老实交代 朕 就让你去做奴隶 我不 我的意思是 陛下这么有眼光 一定不会让我再回去做奴隶的 那你倒是说说 朕的眼光到底有多好啊 那 说到底 我是应该感谢你才对 你看 如果没有你呢 我就不会来到天启 如果我没来到天启 我也就没有机会得到借监证的指点 对吧 感情 朕 是把你从叶北带过来 让你拜师学艺的 对啊 你也知道 我在叶北就是个灾星 人人喊打 所以 在那边就算喜欢心酸 也只能偷学 如今离了叶北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钻研学问了 这当然 就应该感谢你了 但是我大朝已经有戒海天 足以为朕指点江山 这青天剑还要你干什么呀 那只是现在 如果 如果你让我留在青天剑继续学习 说不定以后我能超过借监证呢 口气倒不小啊 可以 朕给你个机会 让你施展你的能力 谢陛下成全 朕让青天剑给朕算一个 星汉大典的极止 他们算了十天都没算出来 那陛下就把这件差事交给我去吧 我保证 给你早日择得极止 早日完成圣典 来 连借海天 都没算出来的事 你居然敢一口答应下来 你知不知道欺君是什么罪啊 那如果臣如期完成 也请陛下 不吝赏赐 赏赐自然是有的 但是若你十日之内算不出来 朕就以欺君之罪 看了你的脑袋 青天剑皆旨 大朝君上诏曰 大朝立国为久 百废待兴 可慕天下贤财 今有青天剑 兼政戒海天 仿得一齐女子 学识渊博 术算通神 台纳百川无所不容 其有男女之分 地狱之别 唯愿上下一心 共兴大朝盛世万年 遂特赐其名为白鹿 领青天剑掌令贤 亲子 臣领旨 君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 大人 白鹿大人 你真的回来了 嗯 回来就好 好多事等着你做 你正式掌管前相局 跟大家编制立法 大人 我这次之所以能回来 是因为 因为我应下了兴汉大典则即止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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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